獲救的飛官謝沛勳成功跳傘逃生 有人說真的是奇蹟 而他的父母跟他的太太 也都趕往臺中來探視 其中總統賴清德 今天也增加行程 來祝他早日康復 幻象兩千上位飛官謝沛勳 十號執行夜航訓練失事 好在即時彈射逃生獲救 被送往臺中同綜合醫院治療 十一號上午謝沛勳爸爸媽媽 穿著相同的藍白色上衣 情侶莊一起抵達醫院探望兒子 現在那個情況怎麼樣 面對媒體提問 謝沛勳媽媽相當低調 揮揮手沒有多說 探視完兒子確認沒有大愛後 就和丈夫在家人陪同下搭車離開醫院 飛官謝沛勳經過一晚休養後 恢復良好總統賴清德 也來到醫院探視表達關懷 而謝沛勳的妻子 還有孩子也都在旁陪伴 謝沛勳說自己身體狀況尚渴 回想起意外發生瞬間 雖然人餘計猶存 但不會放棄最愛的飛行工作 而謝沛勳妻子則表示 雖然很心疼丈夫 但身為飛行員的另一半 還是會尊重先生的選擇與決定 當他最強的後盾 謝沛勳的妻子 曾在空軍節 謝沛勳表示自己的丈夫使國家的人不常回家 自己每天都要一打二相當疲累 不過最後感性表示 謝沛勳用生命保護國家守護家庭 自己也會照顧好小孩 讓他安心起飛平安落地 夫妻倆的好感情互相扶持 讓人感動 記者綜合報導